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镇水神兽呢 据传应该是当年李冰在建都江宴时呢 在四川放了四个 那这是其中的一个镇水神兽被挖出来 出了地面就发水了 那镇不了水了 可能朋友有说这迷信 你可以当成是迷信 据说上海呢 是在浦东那个大桥那儿呢 有个柱子 我们记得跟大家讲过 有个柱子当时怎么往下打都打不下去 据说当年江泽民后来找那和尚 和尚就跟他就说了 说你得用那个柱子上的又弄的什么龙啊 弄的蛇啊 反正弄了一些东西 说底下有东西 你只要弄这东西才能把它打下去 弄了 据说浦东大桥的其中一根柱子就带在这柱子上就雕刻有这样的 但是那里头的东西不是好东西 鳄鱼啊还是什么东西 不知道的 据说吧 说那个和尚后来出毛病了 网上你可以查 我没记得细节 你可以不信 你可以无神论 你什么都可以 都江泽 李冰建 那上千年的东西 那产物比现在的长江大坝 三峡大坝强多了 风水期 枯水期 它可以按照不同的水量进行调剂 所以什么叫科学 我还是说那句话 科学是认知世界的唯一方法吗 不是 科学是认知世界的方法之一 但是它只有对头算一百多年 如果这是一个唯一方法的话 你等于把咱祖宗给骂了 祖宗活了几千年 对吧 唐诗 诵词 圆曲 聊斋之意 所有这些东西都比科学老 如果那些东西能够流传下来的话 而这科学的东西仅仅是这么年轻的认知世界的一种方法的话 我们就应该打开自己的视野 换个角度看问题 不要那么僵化的跟喝完二锅头似的一根筋往上走 我觉得水满必自流 这是中国人的传统的说法 中庸之道也是中国人的传统的做人的一种准则 什么东西不做满了就好办 但是呢 这个体制之下的某些东西呢 确实是忘满了做 做满了就容易出事 出了事 如果是一个独裁的控制的社会 他一定是混淆视听的 昨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个内容 法广拿出来的 说这个薄熙来汤污六百万 受贿六百万是为了他儿子 把所有人都弄懵了 就这事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结果今天法广又出了另外一条消息 文章题目这么说的 贺国强中南海当面宣布双规 薄熙来 文章讲说 薄熙来的案子非常复杂 在中共执政合法性面临挑战 社会思潮分歧的当下 薄熙来以唱红打黑的民粹主义回应挑战 在体制之外 聚集了一大批同样情绪激烈的支持者和反对者 使得薄熙来的被整肃 增加了路线斗争的难度 那这个消息再一次是法广驻上海的记者出来的 昨天那条消息也是这样 那文章紧接着说呢 法广得到的独家消息讲 薄熙来案很快在济南开庭 那他将被起诉的罪名 除了七八百万的受贿之外 可能还有滥用职权 那如果这么说 这个是不是明天再出一条罪 咱就不知道 但是我记得 讲薄熙来被弄下来的时候 是拿出了六条罪 这六条罪当中的第六条是说 他与其他的案子有关 但是什么没说 这是我们当时讲的 所以文章有提到说 因为薄瓜瓜跟此事有关 但是现在身在美国 而参与处理此事的 包括了薄熙来的长子 前妻的儿子 李丹宇的儿子 李旺之 以及薄熙来的兄妹 那他讲说薄熙来被正式 这个刑拘之后 一直关在秦城监狱 一个月之前 该案已经移交到山东的检方 山东方面已经派员到北京 来看卷宗 为庭审做准备 那他讲说很可能薄熙来在开庭之前才会押往山东 那文章紧接讲说李旺之收到了专案组转来的薄熙来在重庆的工资卡 我就没看明白为什么把工资卡转他 咱们 我这这咱们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一个背景的知识 他也提到薄熙来的妹妹 北大学者薄小盈 则收到官方传达给嫌疑人 呃 家属的司法文书 并出面聘请了律师 整个文章写的非常长 他说重复了当时的整个的过程 那在我看来的我们整个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内容呢 基本上都涵盖了 但是我想提出来一个关键的问题 就是说在这个时候 法广昨天拿了一条消息 今天拿了一条消息 独家来放出消息 而内容呢 说薄熙来只有六百万七百万的受贿 而其他的任何事情都没有再提 我个人认为这是有来头的 有人故意放料给他 而放料给他的目的是什么 这是个故事 因为从他受贿的数字来讲 这就是呃 既跟大家伙开玩笑 也跟习近平开玩笑 你跟谁都是开玩笑 如果就这么审下去的话 那也就是说呢 呃 在今天中共当朝的人马当中 包括习近平自己 以无权威可言 就是说 谁都不会面对今天的这个场面 拿出一个应该有的姿态 或者给老百姓一个姿态 这件事情 除了把老百姓出卖 没有任何的意义 除了表明包括习近平在内 手里没有任何权威之外 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因为他最大的概念 是在整个薄熙来的故事当中 这一年多一年半的时间里面 让几乎世界上所有的人都看明 什么是共产党 可是当大家看明什么是共产党之后 习近平自己也同样在掩盖着这个大屎盆子 他不敢去 既不敢放地鞋 也不敢举起来 那也就是讲呢 所有的人都在等死了 那就没别的招了 因为谁 现行的人 谁都不敢去碰 真实的内容 才会出这样的场面 我们知道在国内呢 几乎提到拆 拆房子 大家的概念就是强拆 强拆谁被强拆呢 老百姓被强拆 或者说 有些五毛也曾经家里头被人强拆过 也就是说 握有权力的人 以国家的名义 以建设社会主义 这个大家庭的名义 要把你私人的小家给拆了 你不服 我就强拆 你再不服 带着警察 带着公安 带着这个法官 就全来了 检察院全来了 一块拆你家的房 如果你实在在里的话 那就把那些穿官印的 带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会的呢 到晚上就把国会摘了 上你家 把你家给砸了 一般是怎么干的 砸完之后 没人不知道谁砸的 所以中国的社会当中呢 挖人坟头 拆人家 这都是大逆不道 这就是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当中 这是最歹毒的人 但今天都是政府行为 但是呢 在美国呢 中国驻美国的大使馆呢 昨天也被人画上 将要拆掉的标志 BBC是这么报的 中国驻美国大使馆 遭到人家涂鸦 写上了拆子 文章讲 星期三 清晨 三个大大的拆子 被人图写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院子的大门上 水泥门柱上和办公楼的入口处 使馆不久发现此事 紧急派人将这三个黑蓝色墨水喷上的拆子给清洗掉了 但清洗之前已经有人拍下了照片 蓄谋已久啊 对不对 诚心的 那你说党和国家的政府强拆你家房子的时候也属于蓄谋已久 也属于诚心的 对不对 人家是以国家的名义 以建设美好家园的名义 把你家拆了 文章讲说 从照片上看不到使馆门前的警卫 但美国当地媒体讲说 这或许有人或者组织利用涂鸦的方式抗议在中国各地所普遍存在的强拆民居的行为 在美国的维权人士杨建利说 这是中国强拆行动的受害者 借着中美战略经济对话之机表示抗议 希望吸引国际媒体注意 外国政府和民间机构关注中国强拆行为对人权的这种侵害行动 法广登了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提到在西藏发生的一个最新的事情 这个事情呢 如果是确实的话 那是非常可怕 应该说令人震惊的 那这篇文章的题目呢 是这么说的 北京向西藏僧人开火 那实际这篇文章是一篇翻译的文章 它是法国的解放报国际版当中的一篇报道 他讲在上星期六 中共警方向数千名聚集祷告者的藏人开枪 打伤了七人 而有两名西藏僧人伤势严重 其实这种类似的事情 为什么敢对藏人这么做呢 有一个原因 在中共的宣传当中 西藏也好 新疆也好 所有边缘的少数民族 被他们被中共宣传当中 冠以分裂祖国的说法 所以他有一个在民间宣传仇恨的基础 中原的普通中国人 普通汉人 对藏人的这种遭遇呢 会采取一种相对冷漠的态度 所以给他们造成一个机会 在这种机会的冲突下 在宣传国家恐怖主义宣传仇恨的基础下 以杀戮 以杀人的方式 在害着其他的人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大家